大家晚上好 周一晚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美术史 美术史当中一些经典作品 还有一些觉得应该跟大家值得分享的艺术家 上周我们是俄罗斯美术 俄罗斯美术讲了一周 俄罗斯因为对中国影响非常深远 上周我们从莫伊西岩科 然后周一周二是克拉姆斯科医 然后周三列维坦 周四是马克西莫夫 美术教育家 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教授 元华工程 当时支援中国去搞油画的教学 然后周五是苏里科夫 当然再前一周是列宾 加一起整个是从群展派到二十世纪美术的一个简单的概述吧 俄罗斯美术家很多的 有很多很好的像费逊啊 在美国的 还有像那个西施金啊 我们以前说过的 还有像谢洛夫啊 都画的其实很好的 技巧上来说 比上周这几位完全不差 但是只是说从代表性来说 那这几位 我觉得基本能有一个脉络 从现实主义题材来说 那像列宾一定要讲 所以可不一定要讲 上周四我们讲到马克西莫夫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铺垫好 准备这周我们就进入 我们自己的这个祖国 祖国这个新中国美术 或者叫二十世纪中国美术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 其实还是很丰富的一个 美术的状态 应该是个大变革时期 大变革时期 从清朝结束啊 民国开始 1912年啊 清朝呢就结束了 然后中华民国开始啊 进入这个民国的时代 到1949年又再次更迭 持政政党再次更迭啊 到现在为止 当然那个我们所谓的新中国 也经历了很多的时期是吧 比如说前19年啊 有些人前17年 后17年好多说法 到90年代啊 到2000年 尤其是2005年以后的变化就很大 其实是在用100年的时间 演绎了欧洲 600年的绘画啊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 很多人很多学界的 这个搞艺术评论的人 美术评论家都这么说 我也就用人家的这个说法 实际上从面貌上来看 也确实是用100年的时间 重复了欧洲的 至少五六百年的这个绘画艺术啊 也有人那个比较 比较恶意的说 中国美术史就是一个化妆舞会 化妆舞会 就每个人都戴着一个面具 你一看啊 这个就是 谁谁谁 这个就是谁谁谁 从那个 欧洲美术史当中 那些经典人物 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影响 有的人就学一个啊 就学他 也就是说 言外之一 就是中国美术 二十世纪美术呢 没有什么开创 基本上就是在 重复过去 然后重复欧洲美术史当中 那些经典的作品 只不过换了一个中国脸啊 换了一个这个 亚洲脸 各种说法不一吧 但我觉得 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还是能够看出一些 很有才气的艺术家的 包括像 齐白石当然是 但是齐白石呢 不在我们这个 这个讲述的范围内 我们齐白石应该放在 中国美术史当中 你放在这个里面有点 他没法比 因为他中国画 那都主要是西方绘画 他就是或者说 欧洲传统绘画 或者油画为主 这套造型为主的东西 没法比啊 你说哪个好看 哪个不好 哪个穿成哪个 这没法说 所以呢 齐白石我们会放在周六的时间以后 我们再会提到 那么这五天的时间 我们没法一个一个讲了 一个一个讲 那就讲的 讲的明年春节也讲不完 讲的2021年春节也讲不完 我们就 几个专题吧 我大概的基本的思路 就是今天当然是徐悲鸿 只是讲他了 因为徐悲鸿还是很重要的 尽管他也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负面的声音 但是他作为民国到新中国 这个美术教育家是绝对的 给人评于美术教育家 或者人民艺术家 我觉得行 你要是非把它叫成大师 我个人觉得还没到 我个人觉得还没到 如果把它放成大师的话 那个评判标准有点低 那个大师人数量会骤增 会比较多 当然他还是重要 但还是重要 虽然我是这样说 但我内心还是很重要 就是有一份敬意 这样的这种 踏踏实实的去智学的这种 老先生也好 或者是这种教授级的人 或者前辈 人家还是有很多可看可观的地方 那后面的我们明天就比较给大家 用的稍微有意思一点 就是建国后的 包括文革时期的一些绘画 主要是文革前 主要是文革前期的 也就是我们所有小学课本上 不管语文课本历史课本 教材里面的这些画的作者 故事 其实那些都是很重要的艺术家 到今天为止 还是觉得每个都是很重要的艺术家 所以当时的教材的编撰 我觉得是很用心的 因为那都是艺术家 给你做插图的工作 你现在的教材 都是普通的插图师 就以前我做插图工作 也给人画教服 反正瞎画就行 瞎画就比较好挣钱 那钱不难挣 然后就是进入到80年代 85美术新潮一个时代 然后到90年以后的新美术 也就是多元化美术 在中国的影响 尤其有名的 就是我们也有四大天王 只不过你不一定知道 当然四大天王也是千万俱乐部的 就是说拍卖都在千万以上 人民币千万以上的油画家 也有好几位四大天王 然后后面还有写实画派还是要介绍 写实画派这些人都是出身 都是专业的油画 油画专业出身的 造型方面很强 到今天影响还很深远 我们这几个系列 当然我们也会讲一期 女性艺术家必须要讲 因为绘画 绘画的艺术家里面有很多神千眷侣 夫妻都是画家 都画得很好 女性艺术家也会很丰富的一个面貌呈现 我们也找一个机会 她也讲进来 因为女性艺术家的视角比较独特 在欧洲美术史当中 比较少 因为能跟 我们讲这么短的时间 这些顶尖级的一定要重视 几乎我们讲的每一辈都是大事 那么跟这些人能够在一个同一个级别的女性艺术家确实不多 但是90年代以后 中国有几位女艺术家很厉害的 就是觉得画的还是很好 所以我们这周的基本的一个脉络是这样 今天我们讲就这位大名 那就徐悲鸿长得也很帅气 据说当年在留法的时候 跟周恩来两个人号称是最帅的留学生 最帅的留学生 一个周恩来 一个是徐悲鸿 而且据说有一个 还有一个法国的当地 一个富士 就是贵族赞助他们俩 因为原因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帅吧 或者就是有财气 据说因为当时他们是公派 像徐悲鸿是公派 公派留学 他有政府的物质支持 财力支持 但经常不能及时到位 而且当时他带着妻子 生活费根本不够 其实徐悲鸿不太会花钱 手比较大 花钱花比较快 比较痴迷于艺术 得啥买啥那样 要不就买花色 徐悲鸿还买了一批换回去呢 这很 我们再一会儿再细细分享 徐悲鸿年轻的时候 当然很帅气了 1895年生人 1895年生人 其实呢 90后 像现在说 就是他生在19世纪 但主要长是在长大二世纪 1953年去世 那天我们叫马克西莫夫的时候 也提了一句就说去世的比较早 比较早 比较早呢 也没啥坏说 要是到了57年 5657反右也是个麻烦事 也是个麻烦事 也得吃点挂烙 高低 那就看到说周恩来能不能保得住这些 据说齐白石还可以 但有的人就很惨 这是他当年的自画像 这是他当年的自画像 还是很帅气的 还是很帅气 发型弄的 还是挺有这个洋范的 能够看出他的基础还是不错的 确实呢 他学东西还是满花心思的 应该说 你明显感觉他对一个内容的把握 还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就没有问题 就是说作为一张素描来说 没问题 没问题就是他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 包括光线 五官的刻画 你说哪都行 挺舒服 这个画画的 曲辉红画的东西就有这么个特点 就是四平八稳 不出格 当然个性的东西呢 也不多 也不多 个性化的色彩也不浓烈 所以呢 非常适合当老师 非常适合 当教师 你就应该画的东西 不要过于个性化 或者风格化 因为你自己太风格化 会影响到教学 所以他这种画是最适合当老师的 所以他后来做教职工作 培养出大批的新中国以后成长起来的美术教育家 确实是 像我们那天 讲马克西莫夫的提到的像战剑剧啊 像这个 听上仪啊 冯法四啊 这都是 都是他 相当于是他 在他任这个任院长期间 这个成长起来这一代 也就是 说的这个 1953年毕业的这一批 1949年建国 1953年毕业这一批是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还有就是参加过马逊班的这那20多个人 嗯 当时马克西莫夫在美院 中央美术学院开设了这个 马克西莫夫油块训练班 除此之外啊 那天我忘了讲一讲 他在 中国这个叫人民美术出版社同期也开设了一个训练班 但是呢 那个训练班呢 主要服务于实用美术 也就是服务于美术编辑啊 这个插图绘制啊 还有这个 包括美术这个书籍的封面绘制啊 封面设计等等这些内容啊 一些搞宣传的 包括这个 就是招贴啊 海报啊 这类的东西 那些人搞这些方面 所以在油画上呢 没有那么大的贡献感觉啊 没那么突出 但是呢 对于新中国的美术的整个的全面的开展 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就是人民美术出版社那个培训班也很重要吧 他两面都搅 他两面都搅 当然有大量的助教啊 有大量的助教去协助他做这件事啊 协助他去做这件事 我们重新给大家分享一下 不要在这上标记啊 这怎么有这样呢 这么一种独特的爱好啊 这有什么意思呢 然后这个是许为我们一个素描 自画像 但是那早年其实就很厉害 他当时在民国时期卖画 像这个我们提到过 讲那个唐代美术的时候 就提到过这个 87神仙卷啊 87神仙卷啊 画的是87个神仙 是那个吴道子的吴道子 然后是他收藏的啊 是他收藏的 当然不是他祖传的 是他后来他自己收藏的 后来他卖了画挣了钱 他呢这个买来的 一直就保存下来 现在还在徐北红纪念馆啊 徐北红纪念馆 徐北红这人呢 大家都熟悉 其实我也挺对他挺熟悉 以前我这个一般到有点时间了 兜里钱也不是很紧张 就去北京看展了 看展了呢 坐火车啊 早晨到了呢 北京西站啊 北京西站出来就去吃个早点 然后军事博物馆转一上午 然后晚上呢 因为做的硬座 就去军事博物馆找个地儿睡一会儿 军事博物馆又凉快又便宜 然后当时我记得三块钱学生票 进去找个地儿 带点吃的喝的 那里面待一会儿 有的时候后院人不多 我就钻在飞机里睡 飞机里有一个座舱 是大家可以进去体验的 有时候遇到星期一早上 什么星期一人闭馆 星期二什么就没人 然后你坐那飞机 那个驾驶舱里睡会儿觉 其实挺舒服的 睡完了 然后下午直接坐一号线 换上二号线 积水潭出了新街口 许贝宏纪检馆还是三块钱门票 进去看一下 我挺开心 晚上出来新街口吃个好吃的 很享受 然后第二天 当然晚上就得去同学的宿舍 几一晚上 第二天就去正式的看展了 因为第一天刚到了 太累了 累你没那精神头 所以就这儿晃晃 那儿晃晃 老在许贝宏纪检馆泡着 所以对他的话 还真是挺熟悉的 像这种小素描很小很小的 尺幅非常小 也就是A4这么大 这么大 A4这么大的纸上 画得非常精致啊 跟我们一般概念里认识的 徐维宏是不同的 很多时候 大家的认识都停留在 就是徐维宏画马 老以为他就是画马 他不是啊 你那那想想错了啊 那就是因为那个大家老爱提这个马这个事儿 其实那马反而我觉得画的没那么精彩 他这个素描特别厉害 徐维宏这人呢 他比较踏实 所以他画素描挺能吃得住 就是吃得住劲啊 能花上劲去 使上劲 反复推敲啊 那他比较能坐得住这个人 所以这也是后来他跟这个 蒋碧薇婚姻闹得比较不愉快的一部分吧 蒋碧薇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喜欢交界 他徐维宏其实不是很喜欢交界 那很 应该说他比较幸运 但是他不是那种交界型的人 有的人认为徐维宏 见风使舵那种 很能有这个政治嗅觉 不是 他有点随机的 随随运啊 后来这个 成为中央美国宣言院长 那个都是偶然的 如果大家认为 还是刻意的话 我倒是觉得有点解读过度了 像这种小素描 就是很精彩了 没什么问题啊 你就说他是俄罗斯学员派也行 法国学员派也行 那法国学的还是挺扎实 他是19 17年先到日本 先到日本去留学 本来他想去法国 当然1917年因为一战没结束 一战没结束呢 他就筹了一笔钱去日本 去日本待了一年多 然后回来了 去之前就结婚了 其实他在他老家的时候 他一行的吧 就结婚了 结婚了 后来好像他老婆去世了吧 然后他在那个 就以前的复旦大学 叫什么大学 震办叫啥 在以前前复旦大学前身 那个地方 学法语 他学法语 办公办读 然后 就准备去法国 当时一战呢 一直没结束啊 一战的影响 而且当时这个公派 他没拿上这个钱 他就去日本 去日本钱呢 他就跟人家 那个叫蒋毕威 蒋毕威原名 不叫蒋 叫 蒋唐真 蒋毕威原名叫蒋 也就是他第一个正式的棋子 那个老家 那个咱们就不算了 那个也没 我也没记住名 那名不好记 查都不好查 你去查都查不着 然后去人蒋毕威 蒋毕威的爸爸 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他老去人家做客 一来二去 你就有好感 就看上人家蒋毕威了 蒋毕威大家闺秀嘛 然后就去日本钱呢 就托人带话 然后后来也自己 各种给了点暗示了 反正就带着人 蒋毕威就私奔了 很严重的一个事 当时弄得挺不好的 这个事 当然能够 看上来许备红 还是挺有勇气的 干这样的事 他还是挺有勇气 但是蒋毕威私奔到日本了 然后蒋毕威本来 还有婚约呢 然后 当然他家当时叫蒋唐真 许备红到日本 给人改了一名 给人改成叫蒋毕威 给人改成叫蒋毕威 蒋毕威是他给起的名 比较 比较传统啊 丈夫给老婆起名字 现在好像 好像很少有这样的吧 哪有给我给你起个名 这怎么感觉像 红楼梦 感觉像红楼梦 带给起名了 这是他当时在法国画的素描 很扎实的 很扎实 这画都不大 都在许备红红的画 保存的很蛮好 没有 流失很少 也当然有流失啊 有流失 那不叫流失 那他当时年轻时候卖了 那卖了 换钱了吧 那不叫流失 流失指的在这个 传承当中是非自然状态的 就丢失啊 或者遗失啊 或者 找不到了等等的 这种情况 像这种作品都流下了 都在许多云基金 很完整 保存的 那个馆不大 作品还挺多的 当然以前的就是 展览条件不好 后来就好很多 后来他也改建过几次 把那个纪念馆改建 包括徐北红纪念馆 还定期的开设这个 面向社会开设一些培训班的 喜欢画画的这些人 可能一期有个 我记得当然是一万多 两万吧 在2000年到2006以前 一两万 然后画个九周 可能有八九周课 当然请的都是一些 徐北红的学生啊 或者是徐北红美术学院的 一些老师啊 或者跟徐北红有关系的一些人 包括他儿子 徐博扬啊 徐庆平啊 也都会去 但其实主要是业余爱好者 大家在那交流 然后也能够近距离的 去那个库里看一些他的画 因为我认识的人 有参加过的 说挺好 这个就是他画的 蒋毙威的一个像 给蒋毙威画的像 给蒋毙威画的像 蒋毙威当时是 跟他私奔以后呢 当然家里很 很生气了 没办法已经跑了 已经都坐船上船走了 而且这个徐博扬一个朋友请这个蒋 唐真当时叫唐 蒋唐真的父母晚上看戏 看戏的时候晚上就带着这个走了 走了 然后就去日本 然后父母回来连夜 回来以后一发现孩子不在了 然后留了封信 没办法了 没办法就买了个棺材 假装那个蒋毙威去世里面放头石头就下葬 因为他有婚约嘛 人那家还得跟人交代 其实那家人也知道你想这种事儿 好事不出门了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 新照不宣就不提这事儿 过去算了 就说蒋毙威去世了 说那个暴病去舅舅家什么 去玩的时候突然就暴病死了 下葬了办了伤事儿 然后 嗯 就去日本了 去日本呢 过了一年就回来了 这特有意思 这 这故事够拍俩电影的 过了一年 这蒋毙威回了 大伙人又出现了 搞得很尴尬 但是呢 父母也就 也没没太多追究了 就认可了 毕竟许北红还是有财气 他跟那个蒋毙威的父亲关系 还是忘年交 老去家吃饭 也能谈的来 所以 就就默认了 默认了 这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1919年 这个 一战一结束 他申请了这个当时国民政府的一笔 海外留学的这个奖学金吧 资助 他就带着蒋毙威又去法国了 然后这次呢 其实时间比较长 学了不少东西 学了不少 去日本呢 那个 我觉得就开阔也开阔眼界吧 当时比较艰苦 像他也有这种画 这是用国画的一种形式 其实画油画了 能够的作品呢有点 有点浪漫主义意思是吧 能够看出点 我们看过的德拉克罗瓦的那个意思 也比较爱画狮子 他用这种大场面 还用闪电 这是闪电 我觉得是啊 什么闪电啊 什么乌云啊 有点这个风雨欲来的那意思 有时候也是 这种画还是一看就是个文人画的底子 文人情节画的这个西洋绘画 你看这东西吧 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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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清楚 你看就知道他啥意思 当然徐北红的作品还是很多的 他也画这样的啊 建国了嘛 你这能画两笔的肯定得给画吧 不画 不画就是灾 画也是灾 画也是麻烦 不画也是麻烦 这到了这个我们那个二世纪中国美术很多这种事了 那就多了去了 画也不是不画也不是 你现在画了过两年就贪是麻烦了 你现在不画你现在就得贪是麻烦了 搞的这些老教授老艺术家很很尴尬的 有的人因为一张画就被吓放了 打成右派啥事都有 那个 这个那个历史的问题了 那不是一句两句能弄得清楚 还是尽量是少碰政治 少碰那些题材 画的还行 画还挺好 当然肯定跟后来画的那就比起来就不行 反正有点写实 画的不够不够好看啊 没有那个 领袖气质还是不够浓烈 有点像邻居家的这个老大爷 嗯在广西的时候啊 那他后那个 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啊 回到中国以后他到处也是在这个重庆 担任那个美术的一些教学工作 画的广西三杰啊 但是这个我记不住名了 有懂这个民国战争史的 当时广西三杰就这三位 我是不知道谁是谁 每次我还记专门记我记了就忘记了就忘 一点都进不去啊 完全不在脑子里 记了就忘记不住 嗯 这也是当时他在这个 巴黎学画 那巴黎美术学校啊 他不是巴黎美术学院啊 其实他是跟着这个沙龙的一些艺术家学的 也就是他接触过印象派 但是也印象派 就是后期印象派的一些影响啊 印象派作品可能看过 但是他其实还是跟这个 那个学院派的这一套有点像 造型比较严谨 还比较严谨 这是那个廖经文了 廖经文了 这个就 最后一个题字吧 就就就就其实就两个了 就一个蒋碧薇一个廖经文 虽然中间也有一些 我们看这个 你的画呢 谢谢啊 这还真有董的 是贵系的啊 李宗仁白崇喜 对啊 差不多 也差不多是 我是老不确定 不敢不敢瞎说 对有有这个董行的啊 这画的廖经文 廖经文就第二个棋子啊 也是陪伴他到生命结束的一个 当时一开始做他秘书 做秘书后来呢 后来就变成老婆了 后来就变成老婆 一开始是给他做秘书 整理文件 整理资料的 后来就爱上徐维宏 徐维宏肯定是有个人魅力啊 要不然不可能 拐着人私奔 你没有个人魅力 谁给你私奔 当然这个廖经文对徐维宏 那就重要了 徐维宏纪念馆就是廖经文给他建的 当然不是他亲自说一砖一瓦 他向中央当时的周恩来写信 说徐维宏先生去世了 现在留了有1200多张画 我想全部捐给国家 周恩来当时开心了 行啊捐呗 有人说那当然我有个要求就是给 给徐维宏先生建立一个个人的博物馆 后来呢周恩来给批了 批了 所以那个纪念馆很早就建 建设之前这批画呢就有一部分藏在中央美术院 有一部分就是廖经文家里 还有一部分在就放在故宫博物院 还藏了一段时间 廖经文一直到2000几年他去世吧 我记得我因为老去徐维宏金监馆 我在金监馆里就见过这老太太 当时他就很老了 可能是有重要的客人要来吧 他是名誉馆长了当时 但是他还是会接待一些 一看就是可能是什么外宾啊 什么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老朋友吧 可能是我不知道人是谁 反正一看他你小老太太瘦干巴巴的 就出来了戴个帽子 他儿子带着啊 徐庆明带着 接待那个其他国家的一些外宾 可能也没那么重要 要不然就清场了 肯定不是那个克林顿这种级别的 不是美国总统 要不我就待不住了 但是见过这个人 嗯 应该挺有书卷去砌的一个老太太啊 应该长的也不难看啊 年轻的时候 就特别瘦小了当时 走到了有点背弯的腰不太好一看着 嗯 这个人其实给徐温宏 徐温宏到现在能保留这么多作品 能被大家关注到 跟这个人是 绝对有关系 要不然那作品一流失就啥都没了 这是他在这个民国期间应该画的这个 陈散源是个诗人啊 诗人 那画的还是不错了是吧 能够感觉到你像后来我们看那个 比他的学生级别里面像经上一画的那个 黄冰红有点他这个意思啊 有点他这个意思啊 这小画都画的很好看 这人徐温宏的确实是手比较巧 他就是控制这个绘画的能力特别强 收放自然 该能松的能松 该松能松的开 该紧能抓得住 这个能力是挺强的 他素描很好色彩 甘地是吧 这都能看出来 这就后来那个我们历史书上用的就这个图吧 应该甘地那个像 这是那个 这鲁迅就认识啊 曲秋白啊 鲁迅 他画的一些创作稿 后来他画好多张 特别有民国气质啊 嗯 我们看看他这批这一组马 大家都比较喜欢徐温宏的这个马 我们看看这一组马 这几匹马 大家问几匹马 认真看啊 4匹是吧 123 这还有一个啊 看画我就说看画可别着急 看看仔细点 徐温宏画马大家就说有名有名 其实也还好 我没觉得到马画的有多好 我就觉得素描画的真挺好 素描跟他同代人没有 哎呀要说 对我我基本可以断定跟徐温宏同代的中国人 没有比他的素描画的好啊 我我可以我我我可以评判这件事 但你说要是画这个马画这个动物 要说没有比他画的好 都没有他画的他这个画的 他这个画的马呢 其实严格意义上他不是传传统中国画 他这是就是学了素描 学了西方绘画以后画的 你看这马都有结构的都有体感的 你看这瘦光的啊 三面啊 瘦光啊背光啊什么 这这都分的可清楚 你看瘦光测光背光 全是用素描的方法去画 那这种东西稍微就让人看起来有点夹生 稍微有点夹生的感觉 不好形容 不差也不难看 就是你要说好呢 我是持这个保守态度 我是持这个怀疑观点 我觉得没到那个程度 没那些人说什么前无无人后无来者 瞎说哪有那么好 黄咒画毛驴就比他这个画马画的还好 咋就后无来者 中国人黄咒没画那个马而已 或者不怎么画 画骆驼画毛驴比较多 没到那个份上 但你要说画的不好也不行 你画的不好他也画的也还行也挺好 所以有些东西我当时觉得不要迷信 一说去跟文化马就怎么这么着了 没到那份上 瞎给人传 你真正认真看过你再再说 他画马 有的人说徐悲鸿属马 就不属马 说人家属马的这都是有点瞎编 人徐悲鸿是1895年属羊的 属羊的 人不属马 有人都说人属马的话 没那事 后面后来的人给人演绎的 这有时候把人成名了吗 我说啥的都有 像这种单批的我觉得画还可以 但是你看这个墨色就稍微有点 有点焦躁 不是那么 你我们也星期六看中国美术 您看文人器 书卷的那种感觉 线条的那种优雅的感觉 他这个还不行 实话我真实话 还功力还没到人那个份 当然你说比我画的强 那是肯定 比咱画强 就画一只两批 就最好就是那四批的那个我觉得就画最好 画多了 反而那个控制的就有点控制不住 画马这个呢 跟他去法国有关 因为法国你看那个时代的人特别喜欢赛马呀 骑马啊 还有好多画马的这个传统 包括我们看印象派的 看后来的一些其他的像浪漫主义的 那个那个谁 吉利科是吧 印象派的德加都爱画马 当然那十九世纪了 爱马这个传统已经很久了 一直到 一直到今天嘛 有钱的买马是吧 没钱就没钱就养个狗 当然我这瞎说了 瞎说 这个跟这个没关系啊 一马一马吃一马 嗯像这种这个这个作品 我觉得在他的画里这批 算他的好画啊 其实你自己看也能够感觉到 这个一看就是这个 就舒服啊 你不用什么技巧 啥也不懂也行 有的时候老说 哎呀这个美术我挺喜欢就是不懂 你不用懂 你就拿眼睛长就行了 是吧 就跟我说 你看这画的好吗 这确实这又有欧洲的东西 传统绘画有这个 嗯学院的东西造型的东西 又有中国的东西 两个放在一块有点像 肉夹馍里面塞了一片起司 然后放吃的一块吧 也不难吃 但是就不对路 你知道吧 你就不如放点香菜 尖椒 它吃起来就顺口 啊 你这个它就比较利索 比较通透 整个的墨色啊 蕴染啊 包括这个线条 哎就比较舒展一点啊 这个马踪啊 马尾 好看 舒服 你这个画的都 这么焦躁呢 怎么这 是尾巴都弄的跟鸡似的 这好看不 这 你这多好啊 是吧 这多舒服 所以那好画坏画的 谁一眼都能看这个 这就哎这也不错啊 这是市场好画 就是这个颜色啊应该用的在 还是有点用的闹的话 少点啊 少点就好 当然这我一家之言啊 我这没有 我这都瞎说的啊 瞎说的 我个人观点很不成熟啊 毕竟不是专门学评论的 我不是说人家不好 我的意思是没有 那么好的 好到那种程度好是好 那不能吹是吧 吹牛没有用 哪种齿画画 那是啥 那啥 吹牛吹过了 反正不好 反正人家可能 你像这画你 他确实好吗 没毛病 你说哪有毛病 你看哪都舒服 你非要说这画好 我就反正我是不 不太同意啊 嗯 其实他国画画的挺挺多的 因为啥 因为徐北红他爹是画国画的 虽然最据说是自学成才 我不知道 咋这个自学成才 但是反正也是吃这碗饭的 然后他从小也跟他爹学了不少 一星的嘛 你像那手蜂叶子 出那个啥的 紫啥糊的 是吧 这地方应该人都比较熟巧 可能 像这种作品 我觉得倒是哎 小画张弛弛有度 但一看这个鸟画的 他就是学过素描了 学过素描的人一画画就能看 就是这个传统素描 所以你说现在你说在出国画大师 就可能性小了 一个是书法不行 一个是诗词不行 然后转课不行 素描挺好 你影响你画国画 画国画都不需要这些东西 就需要你会能写诗啊 能写字 因为写字就是线性艺术 你天天用毛笔 你想你那个技巧提高的快吗 你天天用钢笔 然后你画画出去用毛笔 那肯定你就慢了 然后再加上你再学点素描 这造型立体了 跟国画的都不搭配了 当然这个画还是不错的 但稍微还是你看这个立体的东西 你看他也没咋画 但是训练过的人一出手就是立体 因为那观察方法变了 观察方法是啥 观察方法就是你看怎么看就决定你怎么画 你看的东西就立体 你一画就立体 你想不立体都不行 这个可能就是接受过训练的人 就会比较懂我说的这个画 或者你有时候 孩子们有时候画的这个不立体的时候 你说他画的这么平 因为他观察的就不是立体 他不看立体的地方 他看的全是平面的地方 他出来就是平面 那想让他从平面到立体 我们 我们一般就把它称作 这叫绘画的大换血 从基础的这种涂鸦式的这种平面的东西 像立体过渡 那个中间的艰辛 哎呀是挺挺困难的 挺艰辛 有时候看的孩子们也难受 但是就没办法就得熬的那就慢慢过吧 那个谁都得经历那就是观察方法的问题 你一看徐卫红这观察方法 他就是个立体 你看这鸟嘴化 这要是没有这个鸟尾巴这点黑颜色压着 这就就伸出来了 就伸出来了 这玩意就是这样啊 先学学了哪个就入了哪个门了 他这画一看就是 那竹子他没使劲画的还是立体的呢 你想想我们那天看的那个谁的 石涛那竹子跟这是一个味吗 绝对不一个味 那种高谷的那种感觉 我们到时候看正板桥更过瘾了 那竹子画的才好 确实看着就解渴 看着就嗓子点发湿 徐卫红画的最好是猫 我的体会啊 我的体会 我觉得他画的最好就是猫 我觉得他养猫 有可能他特别熟悉 你一看这猫画的就好 徐卫红画猫有好多只呢 好多呢啊 画的不是这一只我就找这么一只 你看这个感觉那个灵气啊猫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还是比那马画的还真的 要我说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猫啊 我要有机会弄一张这个还行 马就算了 一个是太贵了 猫也不便宜那猫也买不起 这个就更明显 那个立体的东西就搅和的 在里面搅和的 你看这全是立体 那两个脚丫子一叉看这透视 哗就上来了 一有透视这个一下就 你看那八大的画 扁平扁平的 你画平不容易呢 你想画平你还画不了呢 这个画画的不错 这个画是纯国画的底子 稍微有一点点就体感的东西 但是不明显 这个画画的还是挺传统 我还是觉得这个画画的还是挺见功利的 有点这个 有点温人情趣 这个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就欣赏 所以欣赏的时候总是有个人色彩 我这都是一家之人 也不用太当真 但是呢 我就这么个口味 你也有你自己的口味 你也喜欢哪张 你自己心里肯定知道 像这画一看就是传统油画的底子 有空间感吧 然后近景 中景 远景 拉的特开 一拉开就说明你就是接受过训练才能拉开 下面我们看看他这个油画 这个就熟悉了是吧 我们看过西班牙画家 拉伯拉斯规之作品 临摩的是吧 临的还真不错 临的还真不错 尤其这个镜子里面 这个临的挺好 小天使也不错 稍微有点高了 然后这个人外形不错 但是体感不够 画的没有那种女性那种那种比较丰满的那种感觉 你看这背平呢 跟那个比烙的那饼 那个感觉 当然咱不能那么挑啊 就是在他那个时代来说 画成这样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而且这种大师作品不好理的 这张里呢 好这有鲁本斯的 这张真是有几分像啊 鲁本斯的画又难连 人物又多 哎临成这样 你看这个像鲁本斯典型这种颜色 青灰色死人灰 他用的还真好 你看这个高光 像那个肉肉欲肉感这个这个高光放上去 还是挺舒服的 包括这种地方 这镜物画 这这个画一点看不出来是中国人画 完全就是个 就学的比较地道了 当然他有一些风景 我们看看风景啊 过一过 还重要过 像这个画的时候 一看就是中国人画 尤其早期的 你看那个民国时候 画成这样人可多了 啊 阎文良 什么刘海素画 全这种感觉 差不多啊 阎文良比他画的好 这个风景画画的好 当时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校长啊 应该他一个刘海素 阎文良 还有一个是谁 嗯 还有嗯 沐昕的老师 林峰绵 沐昕的老师 就是就 陈南京特爱捧那个沐昕 写字 写字是挺好 就是我是说 书写的挺好 书写 嗯 沐昕老师 林峰绵 他们几个被称作四大院长嘛 都是自己有 执掌一个学 这个学院啊 他是北平义专了 后来 阎素是南义的前身 阎文良也是浙江那边 后来也是江苏 后来也病的南义了 还有那个 林峰绵是广州玩的 反正这几个都是以前的那几 都是以前美院的前身啊 这几个都是挺厉害的 在民国时期都很厉害了啊 不能用现在的标准 那个时候 中国的这个美术教育啊 美术的这个状况都很很尴尬 像这画都是 你看 还有点这个印象派的意思吧 橘红色 跟这个蓝色啊 橙蓝对比吧 希望出现光的效果 还是不错啊 挺细致的画 挺花功夫 稍微就是 灰颜色跟重颜色用的 控制的还是 这张不错啊 这张 这张明显比那张好 画的输水 像这种画啊 咱这画都不错啊 我还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他画人像 我觉得更厉害啊 人像 虽然他色彩不是那么好 但人像还是不错的 嗯 这个是 孙多慈了啊 这就 这就 他当时这个 跟徐卫红 这个 比较闹故事的一段 民国期间 绯闻比较厉害 是他的学生 然后他成年画人家 然后他正好跟蒋碧薇也是 嗯 夫妻关系不是太好 然后 闹得很尴尬 然后再 又登报 说 我要跟蒋 我跟蒋女士 蒋碧薇女士 解除这个婚姻状态 哎呀 这个 当时闹得大家都特别尴尬 然后 就就为了跟孙多茨结婚 然后孙多茨的爹又不同意 又登报 过一段 又登了一次报 啊 又又解除 人蒋碧薇 当时已经给他生了俩孩子 然后闹得这个 就大家都很不堪 很不堪 然后成天蒋碧薇回家就跟他吵架 然后 后来就分开了 后来分开了 故事就多了 有本书叫那个蒋碧薇回录啊 有也有翻译成我与悲红的 那些 发音我与悲红的下扯 人就叫蒋碧薇回录 人就叫蒋碧薇回录 蒋碧薇后来去台湾了 蒋碧薇后来去台湾了 孙多茨后来也去台湾了 也没有留在大陆 也没跟徐别翁结婚啊 嗯 他爹也不同意 后来呢 这个 孙多茨当时也太年轻了 啊 嗯 蒋碧薇 孙多茨也是他给人改的名 这人呢 这点挺逗啊 特爱给人改名 哎 管人叫啥 叫啥叫啥呗 叫孙 叫什么嘛 叫 叫孙 孙 孙韵君好像叫 叫这么个名 这个名有点咬嘴 孙韵君 你就读着吧 就容易咬着嘴 那孙韵君他给人改成叫孙多茨 给人讲碧薇改成 讲碧薇 人本来叫 那个 蒋真堂 然后 廖靖文也是他给改 这三个全给改一遍 廖靖文叫啥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但是廖靖文也是他给改的 这个三个跟他有情感纠葛的女子 两个是老婆这个没成 都给人改一遍名 这个挺逗了 这个比较 嗯 现代人可能不太理解吧 跟孙多茨还是挺 相关而挺吸引的 当时闹的学生都知道 当然蒋碧薇这个在在他留法期间也是成天跟那个 咱们组建个什么天狗会啊 跟成天这蒋碧薇刚才那个素描啊 画成油画了 他给画的 你一看这个就是给自己家人画 构图还有挺冒风险的 裁切是对角线不好弄啊 没那个素描画的好 素描画更好 素描画更好 啊 这个稍微欠点 那也不错啊 也不错 嗯 在法国留法的时候 有个叫张道帆呢 可能喜欢历史人都知道 后来是台湾那个立法院的院长了算是 蒋介石特别特别重就是信任他 张道帆在英国留学学会画的 然后呢有机会了夏季到法国专门拜访徐维红 见到蒋碧薇就爱上蒋碧薇了 追求人家 蒋碧薇也没好像没什么明显的说有啥事 但是呢徐维红也不太知道天天画画 蒋碧薇待着没事成天在家里办那个沙龙闹一帮人打麻将啊啥的 后来就跟这个张道帆可能有点这种 这种反正绯闻嘛 要传出来 然后后来也影响他们 后来去台湾也是蒋碧薇在张道帆的帮助下到台湾啊 到了台湾以后 但是张道帆有家 后来人有家 以前就有家 就是张道帆第一个老婆是个那个 是个不是中国人啊 是西人 英国人好像 然后后来他去了 当然张道帆毕竟还是 在民国期间认识的这个陈国夫陈利夫嘛 所以很快就就就不再做这个绘画方面的东西了 很快就进入政治啊就进入这个政体里了 到了台湾以后也是一直照顾蒋碧薇 但是一直到也没结婚他俩 就留些什么一段故事 但蒋碧薇呢 你说跟徐飞红分了吧 也忘不了他 还是徐飞红可能有才气吧 又有魅力啊 有人格魅力又又又帅 蒋碧薇一直到老年了 据说是床头还挂的还是 不管怎么说也是夫妻俩 你今天登上一次就行了 老这么折磨人有点 这都个人因素吧 这也是蒋碧薇他给蒋碧薇画的 在法国时候画的一个全身像 这就孙多词啊 孙运君根本记不住 现在谁弄记住 我读那个回忆录来回看慢慢溜熟了 现在真记不住 这也是孙多词 后来孙多词也去台湾了 孙多词嫁给浙江还是江苏省的教育厅厅长 当时民国的时候 然后就后来就一起到了 台湾了 到了台湾以后 在1956年 好像跟蒋碧薇他碰见过一次 碰见过一次 蒋碧薇就跟他说徐悲鸿已经去世了 但是其实蒋碧薇早就已经心就死了嘛 孙多词还不知道 当时就好像就情绪就崩溃了 一下就哭了 还是挺惦记徐悲鸿先生 这是廖经文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妻子陪他一直就中老了 其实一婚姻就持续了就就就就七年的时间很短 可能是四五年到五三年 四五要四六年 是在一块成家了 到五三年徐悲鸿去世了嘛 建国才几年 他就去世了 就是我们说的五三毕业那一年 他那个像像张建峻他们毕业冯法寺他们毕业那一年 正好徐悲鸿去世 他进门就带着两个孩子 带四个孩子 还有两个那个谁的 带着四个孩子过日子 还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他毕竟手里有存货 好多徐悲鸿的画 当时已经挺值钱 民国时候徐悲鸿卖画就还可以了 就相当不错了 曾经 除了在内地办展也去东南亚 东南亚华人比较多嘛 一看新起来的这个绘画新兴 大家也比较捧场 还卖了很多作品 他手里还是有点存下 过得还行 能不能 而且这个人那么年轻 跟徐悲鸿华差28岁吧 小30岁 后来没结婚 一直就守着徐悲鸿 你想53年去世 他到05年 他才去世 那多少年了 都得50多年了吧 这太久了 这就没结婚 你说他当时多年轻了 应该再这样 然后当时这也有人给安排 据说跟一个军队的一个干部 也在一块过 但是我就忘不了徐悲鸿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又回归到单身 反正是挺有这个念像的一个女人吧 就守着徐悲鸿这些画 那些作品 这就陈散源了 刚才看那个画那个诗人 月色的画 这这类画 这画当时比较好卖 当时徐悲鸿画的这种 女星的肖像 肖像 然后最后几张就是历史题材了 历史题材 我们看看这几张历史题材这作品 历史题材这个就比较 比较大幅 也是他当然相当于是徐悲鸿作品当中 比较有分量的几张 有分量几张 这我们小学货本都有 鱼公一山 一看就明白 鱼公一山 我们分享的大一点 下来我这关了 我们看看这几张 其实徐悲鸿历史题材 油画他还是不错 画的还是挺不错的 挺给力这几张 不好画 大工程 看这个 鱼公一山 这故事就不讲了 故事太简单了 大家都知道 油画作品 油画还挺大的 挺大 应该超过五米了 我记得都特大 他那画画的 原画的男人体相当于赤裸的 就叫挖山 作品就从绘画的角度 我们就不分析 就从绘画的 因为他的画呢 还是 他就是说画这类题材 他还不成熟啊 我们看过更好 我们就不分析这作品 看过更好 基本的这个意思呢 也是专门找这么一个题材 能画用人体表现 他也挺想把他这个人体的能力展现出来 但是他人体当中呢 这个颜色不是他的强项啊 造型他挺强的 像这这画的不错 这也是上去 他就局部画的特好 这个人我觉得在这个大局观上 可能还是历练的还是不够啊 但是整个的画面的完整性还是挺强的 该画的这些细节啊 画挺强的 装饰性的东西有点多啊 这东西可以少点其实 但整个画面的气质呢 有一种朴实劲 这是他画面里好的东西 就是他画的东西比较真诚啊 尽管他技巧啊 像那个控制画面啊 各种调背画面的能力 好像没有那个 因为我们看以欧洲美术史作为对比的话 他就不够 但是呢 他真成劲儿挺足的 就是画东西呢 此此时时 踏踏实实这么画 你看 包括这个远景 这房子啊 还有这头巾啊 地面啊等等 这些东西画的还是挺扎实的 包括这两个大像 你看 这个东西他画的不错 所以他整个的绘画 透出一种真诚感 还是挺打动人的 尤其是尺乎又比较大 尺乎比较大 当时站在那个画前 还是挺震撼的 还是挺震撼的 就是以前的光线不好 纪念馆光线是次的 哎呀 是最次的光线的最次之一 以前的纪念馆那个博物馆光线都不行 现在的博物馆都太好了 光线 那会觉得看着眼睛都快看瞎了 看不清楚 而且有一段 我记得徐平红今天我安了 那个声控灯啊 是什么玩意儿 哎呀 那个着了也跟不着 是着了也不亮 还不如以前那个灯罐 这他画的叫田恒五百事 田恒五百事 这是好像也是史记 也什么的一段吧 是画的是那个刘邦建立这个斩白蛇起义 建立大汉王朝 然后这个田恒 这齐国人带着一帮人就跑到岛上去了 不服他这个管 不服他嘛 感觉觉得国家都丢掉了 然后就到一岛上 这样看远中有海 到了岛上 然后刘邦就要招安他们 意思就是你回来了 他们就一看刘邦意思要 就誓死不从嘛 最后田恒就自尽了 后来五百壮士全部自尽了 这叫惨烈的一个事 大概这么个事啊 我讲不了他语言去 基本是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他画这个画呢 是在民国期间了 所以他画这个画啊 可能有点这个 有点想法吧 借骨总金的意思 在民国的时候 就觉得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统治 他不是很可能应该是有意见吧 那文人嘛 对你谁统治 他可能也还是会有意见 当然也因为像这种画呢 给徐飞鸿透来带了挺多好处 就是尤其是见过以后 觉得他比较 比较左嘛 然后这个 比较受我党的这个 这个欢迎 这里面他把自己画的这 这是徐飞鸿的一个形象 画的东西 你看有点那个 你要细看 还有点苏里科夫的意思 是吧 画那个笔块啊 笔触啊 有点苏里科夫的感觉 这个是九方高啊 九方高是 就是个石码的 就这老头 比较韧码 就是伯乐嘛 也是那个叫什么 古兽医文献里边的 记录说伯乐老了以后 秦穆公吧 秦穆公就找伯乐说 你推荐 现在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认吗 从你那儿子里 给选一个呗 然后这个伯乐就说 我这个儿子里 还真没有形的 有一个人我知道 砍柴的时候我认识的 这个人叫九方高 比较认吗 然后就推荐了 就说当时的人 可能比较真诚吧 举贤不 这个举贤必亲啊 不是不必亲 举贤必亲 没能力 你是我儿子 我也不推荐你 我推荐一个真有能力的 也是当时的这个文人情节吧 总用这种 意思 我现在不得志 但是你要给我个阳光 我就就探了探了 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作品历史题材 他画了这么几张 这个叫 这个画叫啥名 叫 稀我士好像叫这名 我没记错了 看看我记我标的这画 稀我后啊 这个画叫稀我后 这画画的是啥 他画的是 就比商汤时期应该是 商汤时期这个 商朝灭亡的时候啊 这个 是商朝灭亡 还是商朝刚开始 我有点没记住 商朝一个事 就是说这个 大家没饭吃啊 饿得不行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 我有点没记住 这个到底是哪一代的事 因为稀我士 这个东西 名人也不好记 这个 就是说这个 人都比较穷困嘛 没饭吃 流离失所 有点这种感觉 其实跟那个 蒋照和的流民图 是一个意思 就民国时期 有大量的灾荒啊 有这些这些 这个贫民啊 没没法 这个正常的生活了 已经 然后你那还打的 大概是这么一根 目历史题材 就反映现在 你看这牛都饿的 都剩排骨架子了 快成 这牛啥了还能吃吗 没啥肉了 都 所以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这几张历史画呢 其实基本上的意思 大同小异 都是这种 有点觉得 个人不得知啊 或者是时代背景下的这些 就是说 像这个我们就说 社会悲剧吧 是吧 应运悲剧 社会悲剧 性格悲剧 有点戏剧的文学性在里面 社会悲剧啊 这都是社会 社会悲剧 你说谁有错 谁也没错 各位其辱 当然就没办法 就赶在那儿了 让你赶上了 你说你有啥办法 然后这个形成的这种 这种画面效果 他还是挺这个 应该是当时还是挺难过的吧 毕竟那个徐卫红其实还是挺有正义感的 不是说人家那个 婚史比较复杂 我们就本人就一杆子打死了 人就 人就都都不好了 你说马没人吹的好 但是闷人家也还是画的不错的 像这个是前几年 当然我们主要看这两张 这是他后来画的一些人体画 人体作品 那人体作品其实画了不少 但是好的不多 好的不多 就这么两张 这个就不是他了 前几年闹了一个风多吻 他说这是他的画 这徐博洋是在那个蒋毕红生大儿子 拿着不知道拍的照片 上那个拍卖 一下拍了七千多万 后来这个 那个美术学院央美的人说 这个是83年的一个进修班 一块画的一张写生 然后炒作吧 就说人家是蒋毕红 这哪是蒋毕红 蒋毕红人这样能是这样的 不行 当然那就是各种争论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对于徐博洋那一辈子一生 说法很多 那我个人觉得 是个很有想法的一个 很有建树的一个 一个艺术家 尤其在美术教学上 确实呢 严谨 把那种严谨的态度 把智学的一些方法 传递给后人 从中央美术学院 从北平艺专开始 从中央美术学院开始 推广到全国 好多老先生 还是特别 就是有范儿吧 讲个什么东西啊 看个画 这个认真劲儿啊 有时候还真是像 这个徐卑洪的这种感觉 我也 以前也年轻时候 拿点画 想考个盐 找那些有名气一点 给看看画 人家不管认识不认识 你只要去找人家 人家看他 还真就挺认真的 至少我遇到的是那种 去美院找哪个教授 我挺喜欢搭画 去跟人家拿着自己的作品 就直接去拜访 也不带东西 也不带 不拿什么脸 点心盒子 从内蒙给带点牛肉干 啥也没有 就是想让您给我看看 您让方便就给看了 你去了那个系里秘书说 你来拜访谁谁谁叫人 那你等会儿吧 一般我也是有朋友 有同学朋友都在那个学院里面 就知道他今天肯定在 要来上课 就在系里秘书那等了 人家一会儿呢 就说 有意思 有来访的学生 慕名而来的 人家说 那就可以安排内务吧 然后打开会议室 说你在这儿等着吧 一会儿谁谁谁 你说那个谁谁谁先生就来了 我就等着等人进来 还真是说 啊 内蒙来的哪儿说几句 然后就看画 跟你说 这儿不行 那儿不对 说的特细 一点儿不着急 不像那样一发 停 行了 完了 一点儿都不应付 你就每一张都说 你看这个 这个不错 你要想教作品 教这张 然后我就能记住 是你的画 就说的特具体 然后说 你看人素描还行 你这色彩里边 有什么什么问题 说的特别轻 我到现在几乎每一句都记住 就很踏实 有会儿你 你见那个老 Gate这种美术家 还是还是挺感动的 他一点儿都没有那种 也没有架子 也不应和你 然后也不 也不对付你 很真诚 这都是从徐卑宏身上 其实我觉得 这个传承下来 或者从徐卑宏 这一代人的身上 从民国的这些知识分子身上 传承下来这种东西 我内心还是有敬意 我能做多少 做多少 咱也按照那个标准 尽量真诚的对待别人 对待作品 对待艺术 我是其实内心想表达这个意思 尽管有一些地方人 说说这个历史 说说八卦 但是其实这个 这人我还是很肯定 人家做的事儿 也真是让人内心去挺敬畏的 不对付 一点都不对付 真真正正正 就踏踏实实作义的 踏踏实实做人 严谨的这么一个状态 值得我们现在的人 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 值得至少值得我学习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 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已经又给脱堂了 虽然有的人说不在意 我当学生的时候不喜欢老师做踏 然后明天上午的时间 我会教大家一些技巧 因为这类的作品 中国美术当中 比如明天是一些建国以后的一些美术作品 我觉得如果是 如果我们有一些学生听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爱听 因为他没有文化基础 你说咱小学上课 不管是60也好 7080 甚至90头上那 教材里面的画一样 你有共鸣 你要没见过 你看那没意思 所以明天早晨的课呢 我教点小技巧 教你两招 让你瞬间能够提升一下 你的这个绘画质量 教几个小技巧 如果我们家长朋友有兴趣呢 也可以听一听 不用话 你就听几句 就明白了 就咋回事就行 然后教了 你要有兴趣呢 拿张纸跟着练练 当然我上课时候 学生们有后我也教他们这些 但是不常教这种小方法 小技巧 那么这几天呢 遇到这种比较生涩的 不适合白天时 早晨时候 大家听的那种 就教点小技巧 让大家直接有个办法 能够在一些小画面当中 或者一些卡片当中也好 或者随手画的一些小玩意儿里面呢 还有点进步 然后穿插一下 也真好 丰富一下我们这个早间课程 因为早间课程 讲这个像这种 民国时期 这个美术家有点太枯燥了 所以我们明天的课程 就改成是实践课 然后明天晚上 我们进入这个教材里面 经典的油画作品 全是你看过的 全是你读过的书 学过的课文 然后明天我们就继续跟大家分享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 好了 晚安